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常觉和大家继续讲一下盐 不过不是讲普通的餐桌盐 是讲一下海盐和岩盐 为什么要这么讲呢 因为我有个朋友他很喜欢去旅行 他说他去到那个地方 有特别的海盐、岩盐 他一定买回来的 所以他有时候去完旅行 那个行李箱里面有几种不同的盐 他说这些很有益的很多矿物质 那究竟这些这么贵的盐 是不是真的这么有益呢 卫生署就解释给你了 他说日常生活食用的盐 我们用来调味 虽然盐所含的蠟质 是我们身体重要的电解质之一 不过摄取过量的蠟质 是会增加我们有高血压的风险 市面上有不少食品制造商 推出那些比较价格很贵的食物 因为他说我用这些海盐、岩盐做的 不是餐桌盐的 所以应该买到这么贵的 认为这些更健康 但是是否真的熟实呢 同时有些鸡粉就代替用盐 应贵又是更健康一点的 那么卫生署就告诉你 究竟对不对 第一个问题 他说海盐含较多的矿物质 是比较健康 究竟对不对呢 根据卫生署在健康在绩计划的 网站解释 海盐虽然比普通食盐 含有较多的甲质 但是其他矿物质 好像钠、鱿、钙 这些大家差不多 天然的海盐和盐 都是很高钠的调味料 所以用的时候一定要控制用量 那我们要怎样呢? 提示就是给大家 人体每日所需的甲、鱗和钙 不能只从食盐中摄取 如果我们要满足身体对抗物质的需求 只要我们维持均衡饮食就可以了 所以何需要用高钠去买一些特别的海盐或者岩盐 要摄取这些多一点的甲质是不值得的 第二,他说鸡粉的钠含量比盐低 是可以用多一点的 其实鸡粉的钠含量虽然比盐低 但是仍然是属于高钠的食物 如果你煮的时候 认为它因为比盐的钠低而比多了的话 你一样是用了很高的钠类煮你的食物 所以建议使用的时候 不要因为它的钠比盐低而不控制的用量 避免一时重臭也会摄取过多的钠质 建议最好烹调的时间 用多些天然的食材 像姜、葱、蒜头、香草 这些可以带起食物的美味 也减少你用钠的调味品 令你的食物更健康也更美味 最后卫生署解释 它说海盐、岩盐只不过是未经蒸制过的 而餐卓盐是海水经过唇发后蒸制而成 几乎是没有任何矿物质 而海盐和岩盐因为未蒸制过 所以它含有较多的矿物质 不过这些主要成份都是绿化钠来的 而海盐、岩盐和餐卓盐 这三者的钠含量相差不远 所以是不值得花这么高的价钱 去买这些盐来代替 你日常可以用平价买到的普通餐卓盐 主要是要用量少一点就最健康了 希望大家听了之后 不要花这么多无谓的钱 买这么贵的岩盐 你用基本的盐 不过量尽量减少 那你就饮食得更健康的了 谢谢你们的收听